您最喜欢吃哪一份菜 我说您最喜欢吃哪一个菜 都好 这个太用心了 有家乡的味道 好久没吃了这个家乡味了 离家82年在两岸志愿者帮助下 终于回到故乡湖南长沙流阳市镇头镇的百岁台湾老兵唐帆松 品尝着亲人后辈们为其张罗的百岁宴 不禁感叹 好久没有吃到家乡味道了 1942年年仅17岁的唐帆松加入抗日队伍 之后便再未回到故乡 1949年唐帆松随部队去到台湾后 在台北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且生活并不富裕 随着年龄增长 唐帆松的思乡之情也愈发强烈 2024年9月 在台湾做抗战老兵口述记录的 台湾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王清平 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谭帆松 采访记录工作结束后 王清平随口问了一句 这么多年有没有回过故乡 一下子点燃了老人的思绪 王清平说尽管以八十余载未归家 但故乡的学校 自家房子的建造布局 母亲的墓地等 唐帆松人历历在目 且很想能回去祭拜一下父母 深受感触的王清平决定帮老人 寻找远在湖南的亲人 带老人回家看看 王清平与湖南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 取得联络后 很快便何时寻找到唐帆松的亲人 当王清平将飞往大陆的机票 送至老人手中时 他显得既兴奋又紧张 特意置办了不少台湾特产 准备带回故乡与亲人分享 我那天晚上去送机票给他的时候 他就已经买好了茶叶 放在他的一个箱子里面 放在那个里面 然后他去了金门高粮酒的那个门店很远 他做工资去回来有点累 他说哎呦我可能回不了家乡 感觉走一趟就会很累 我说那么远怎么不累呢 我说你这些事就拜托我去做嘛 后来酒是我帮他订的 我就不要他去了 我说你都放心现在都寄到家的 获悉唐帆松即将返乡 远在流洋的亲人后辈们 自发修出一条上山的便道 方便老人击败父母 10月30日 在台湾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的陪同下 唐帆松踏上了回乡旅程 在老人完成击败父母先祖 与兄弟姊妹团聚续旧后 11月1日 唐帆松的亲人后辈们 未以虚岁一百的他举办了一场百岁宴 一大家族人聚在一起 其乐融融 我们今天为了亲生日的话 就是说都是自己的家人 在自己家里操办 爷爷还是很高兴的 八十多年了吧 我们希望爷爷明年还回来 生日月啊 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